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博焱將100公克的空心球 這個質量是等於100公克 丟到聖水的這個鍋子裡面 結果這個鐵球會浮出水面 那他為什麼會浮出水面 因為他是空心的 空心的話呢 所以什麼 所以他的平均密度比水小 他是平均密度 平均密度比水小是什麼意思 就是空心球的質量 除以這個總體積 這個總體積包括什麼 包括中空部分的體積 那他一除的話他是小1的 他是平均密度小1 而不是說這個鐵球的密度小1 我們鐵球密度是怎麼算的 是這個球 這個那個球皮 這個球皮的話 除以這個球皮的那個體積 這樣才是呢 球的密度 而不是齁 除以他全部的體積 全部體積是他的平均密度 他平均密度是小1沒有錯 不過的話呢 鐵的密度的話 當然一定是大1 不會是小1 小1 好那我們來看看他的選項 然後他是說 經過精密測量以後 泡在水裡面的體積 跟呢 跟在 跟在水面上的體積一樣 如果我這裡叫做V的話 那這裡的話也是V 好那他是問啦 這個A選項 他說鐵的密度應該小1 因為鐵球浮在水面上 他如果說是平均密度的話 那就小1 不過他說鐵球小1 那個鐵的密度當然是大1 所以這個不能選 鐵的密度沒有小1 然後這樣我們看呢 離選項 鐵球重量小福利這錯啦 因為他是禁止的嘛 禁止代表他合力等於0 他上下有福利嘛 一個重力嘛 就老流啦 老流是負的 加上呢 這個福利等於0 也就是說這個福利呢 是等於重量的 重量就是重力 所以他才會呢 就是才會禁止在那邊 所以這個V選項也是錯的 再我們看V選項 他說鐵球的總體積 鐵球的總體積 就是包括中空部分 他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200 立方空空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鐵球瘦的福利多少 鐵球瘦的福利 是等於100克 因為這個重量是等於100 100公克吧 浮力100克重 浮力100克重 浮力等於多少 浮力等於水的密度是1 乘以多少 乘以那個體積 排開的體積啊 當然的話呢 他單位是克重的 克重的 所以我就曉得說 他的體積等於多少 就泡在水裡面的體積是100 立方公分 那鐵球總體一 鐵球總體一 當然就是2V 就是這個VT 是等於2V 所以是等於200 200立方公分 當然這個總體一包括什麼 包括鐵球中空部分 怎麼看呢 第一選項 他說鐵球此時 所受的合力方向向上 錯了 所受的合力等於0 因為他禁止在那邊 如果他所受的合力向上的話 他就往上飛了 他就往上加速了 所以D也是錯的 所以這題大家應該要學習 所以這題大家應該要學習